洪水穿急 笔直的马路在民众眼前 硬生生断乘两半 在一个视频上在社交媒体上 路上可以看到 人们站着 也在害怕 椰子树被大水冲倒 民众直击近乎连连 另一头 翻覆的汽车在水中再浮再沉 更夸张的是 连房子都瞬间崩塌 印度南部连日豪雨 引发土石流及洪灾 重创卡拉拉邦 从空中俯瞰 地面一片汪洋 民众家园泡水 家具全毁 甚至一度水深及腰 受惠民众为了逃出 经济攀爬绳索破河 过程精险万分 硕士人被土石流掩埋丧命 或洪水冲走溺壁 上千人流离失所 当局赶忙撤离灾民 军方及灾变部队 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中国大陆北京防山区 这几天也频繁降雨 11号突然发生山崩 大量土石泥沙瞬间倾泻而下 短短几秒双向道路 就被土石掩盖 幸好没人伤亡 镜头转到欧洲 法国南部同样淹大水 露营圣地泡汤 街道变成小河 而在德国则有民众直击 一阵狂风将火车站屋顶给吹掀 残骸击中停放的火车头 散落铁轨 全球各地天灾频传 民众苦不堪言 三地新闻 陈屏日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